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黄荣 我们刚刚面对的是 这个回到学校的一堆同学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刚刚入这个社会的一些同学 他们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他们的经验 你好Regina 这是我们这个电视台的 小小的实习 上海不能小小了 都跟我们差不多年纪 然后带来一位很漂亮的美女 对不对 你好你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你们在这个 其实都是从 一个是从台湾过来的 一个是从中国四川 对不过来的 对 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美国工作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环境不一样 然后一方面可以练习英文 那一方面就是可以试着看 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工作 有什么样不一样文化这样子 对那Julian是 Julian呢 我是觉得对于我们 内地的朋友来说 和学生来说 美国是一个非常吸引 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舞台 不管说是我喜欢的传媒 还是说我的辅修专业Find Art 我都能在这里找到我自己喜欢 并且擅长的东西 在申请的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一定也会 因为我也找过工作 也是不停地递简历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 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申请的过程 基本上因为像现在 我快要念完我的program了 然后我要开始申请OPT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必须要缴三百多块美金 就是给政府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 能不能找到就是看我自己 没问题 对 如果没有找到就是必须要回台湾 那但如果找到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再继续工作一年 这样子 我还听说Julian是学电影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在好莱坞发展也很好一点 对就是可以学一些他们拍片的那个分工 跟台湾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可以看比较多东西 那Julian怎么想呢 我也是跟Reginia一样通过了OPT 然后后来有公司给我发offer 那很好啊 非常幸运啦是 对 然后当时有两个offer 我自己权衡了一下过后 我决定来我现在的这家art portfolio公司 我想说的是你们现在 刚刚听你们两个人这样子交流 刚刚Julian说说 你已经有一个公司在工作对不对 那听你这个公司的名字 好像应该是一个美国公司 而且Reginia你其实在我们这边实习 其实周围除了我像我跟贝尔 我们两个讲中文以外 我们的其他同事有很多都是讲英文的 你们怎么跟这些美国同事 因为世界各地都过来的对不对 你们怎么去相处 去融洽这些事情 基本上我觉得认识很多来自不一样地方的人 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我可以知道这些人比较喜欢什么 然后或者是他们平常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 然后我可以练英文 那Julian有没有再去公司 你现在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对不对 那你在公司里边像是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 因为我知道我们像中国大陆有些同学来的话 文化差异会很不一样 包括跟台湾同学可能相处也会有一些文化差异 你怎么处理这样子 我跟您可能感同身受 就是像大陆我们内陆过来的 可能不仅是跟美国的这边的local的worker 可能要从意识上改变很多 包括跟亚洲人相处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像我的同事呢 75%都是韩国人 难怪你打扮这么像韩国 有一点韩饭 对像我刚刚融入这个韩国团体的时候 我就要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 我甚至会学一些韩语 对像跟他们 聊两句呗 你好 你很漂亮 真的吗 很可爱 对就像这样的话能够拉近距离 对 这个也是跟就是新出入职场的一些朋友的一个小提议吧 小提议就是说要跟他们 其实也要多接触他们的文化 去学习一点点 对不对 当你开口讲他们的语言的时候 他们甚至也会开口学你的语言 那如今你来这边工作实习 你觉得在你或者是在你申请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好的有趣的事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比如说不同部门的人有时候 他需要你帮忙 他也会来找你 然后我觉得就是 如果没事的话当然就帮忙 因为就是互相尊重 我觉得这都是融入很好的办法 因为就是基本上你有礼貌的话 不管是讲什么语言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 就是都不会就是给你不好的脸色看 那这边有发生一件就是 我自己比较一开始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有一台电脑是专门download那个 YouTube影片的 但是因为我一开始不晓得 我就在那边搜寻 那台电脑又很慢 然后我就占用太多时间 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对后来就是有人来跟我讲了 然后坏我就OK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包括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 如果你想要就是更好的 跟这些公司的人相处的话 其实最好的就是互相的尊重 而且互相尊重 你也会获得更好的一个尊重 那么也是给这个刚刚即将要步入这个 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学生们 一些小小的提议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